到了今天來看新聞的時間 今天歡迎生活主播林昆慶 昆慶早安 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要聚焦的是什麼呢 昆慶要帶大家去全臺灣最富有的禮 為什麼要叫最富禮呢 顧名思義是因為他們的居民 年均平均的所得是全臺灣最高的 昆慶這個地方到底在哪 我覺得我這邊先跟大家賣一個關子 不過跟大家透露 第一名的禮不在臺北市 也不在任何一個直轄市 在哪裡呢 我們等一下來告訴大家 而且他已經連續四年 奪得全臺最富禮的稱號了 好 到底是哪些縣市 哪些禮上榜呢 把時間交給昆慶了 好 今天的進來看新聞 帶大家來看最新的全臺最富禮排行曝光了 這是根據財政部公告的資料 所做的排行 毫無懸念的 一百一十年的全臺最富禮排行 是由新竹市的關心禮拿下了第一名 好 平均禮名的所得呢 可以達到三百七十四點七萬元 好 為什麼說毫無懸念呢 因為新竹市的關心禮 已經連續四年拿下了全臺第一了 那大家就好奇了 為什麼這裡的住戶所得都這麼高呢 好 就是因為竹科新櫃 竹科新櫃都住在這裡 那第二名就回到了臺北市了 那麼臺北市的司令區永福禮 拿下了第二名 平均的所得呢 也來到了兩百九十六點三萬元 好 不要小看永福禮喔 這個過去呢 這個永福禮也曾經是全臺的最富禮 而且平均的所得超過四百萬元 那麼這個永福禮呢 他其實位在陽明山上 當地的里長就透露了 原因就是有許多知名的 系列家大老闆都住在永福禮的別墅當中啦 因此呢也拉高了收入的平均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其實包括第三名到第五名 都在這個新竹線的竹北市 那麼上榜的前五名 大家都可以看到 新竹就拿下了四個名次了 顯然這個新竹的薪資所得 是高於其他的地方的 而且財政部的統計 這個新竹市的這個平均所得 排名是全臺第一 排名第二的就是新竹線 那麼都超越了第三名的臺北市 那麼另外要帶大家來看 這個星宇航空在疫情之後 這個營收可以說是攪出亮眼的成績單 在新貴之後的首場股東會 就在今天登場了 不過呢 各家公司的股東會 贈品都已經陸續發放了 不過新宇航空的股東 收到股東會的通知單 上面卻是寫著 OK 今天 今年不發放這個紀念品 但其實呢 可以懂張國偉藏了一個小小的驚喜 在裡頭 只要用手機 掃一下上面的這個QR Code 並且填入新宇的這個股東的戶號 出生日期還有相關的一些資料 就可以領取一千元的機票折扣 那麼根據吉保的統計資料顯示 新宇航空的股東人數 已經來到了七點五萬人了 再創新高 股東們都可以獲得 這個另類的股東贈品 不過今天開始要叫外送的話 恐怕民眾要多留意一下囉 最後結帳的金額 有沒有比過去更多了呢 好 因為這個美食外送平臺Uber Eats 從今天開始要加收所謂的服務費了 那麼一則說 最後在結帳的頁面上面 會顯示這三個收費的項目 包括像是你訂購的商品的金額 還有原本就有的這個外送費 不過Uber Eats說 雖然開始加收服務費了 但是外送費的部分 漲幅平均大約有百分之四十 而至於服務費的部分 則是每筆訂單收大約五到四十元 不等的一個服務費 那麼業者強調這個外送費 加上服務費相加的金額 會維持和過去大約相同的外送費用 因此大家今天訂外送的話 可以留意看看是有沒有變貴 還是會維持一樣呢 不過說到美食 今年的黑鮪魚可以說是大豐收 教育量甚至突破了二十年的新高 也讓不少的餐飲業者 紛紛主打黑鮪魚系列的套餐 好像是有居酒屋的業者就推 千月以內就能由黑鮪魚吃到飽 日式料理則是推主題套餐 不過營養師也提醒 這個黑鮪魚屬於深海魚類 吃過量或者是長期吃 會造成重金屬在體內累積 尤其對免疫功能不好的族群 更要注意 超厚黑鮪魚大腹 一刀切下 再打上花刀 整片覆蓋在醋飯上 一盤兩罐 施加動輒百元起跳 這間餐廳卻大方免費送 我覺得這CP值蠻好 就是我們沒有花刀千元 就可以吃到超多不同的料理 而且還有黑鮪魚的部分 也可以就是無限量吃到飽 就覺得超爽超開心的 看準今年黑鮪魚大豐收 業者不手軟 肥美黑鮪魚刺身 或是剁碎做成軍艦壽司 還是包進小黃瓜 蛋絲 炙燒後再鋪上回魚燃點綴 滿滿一大桌黑鮪魚大餐 最低不到千元就能吃到飽 但想吃手腳要快 業者限期三到四周 每天只限量二十組幸運客人 夏天很熱嘛 所以我們想說推出一個這樣子 冰冰涼涼的餐點 來讓民眾有個選擇 那也因應現在夏天是黑鮪魚的季節 所以我們就引進了黑鮪魚 馬拉集團旗下狗魚下居酒屋 推黑鮪魚吃到飽 網品也沒放過鮪魚商機 一期日式料理餐廳 主打鮪魚主題套餐 煙燻鮪魚鮪魚腐飯 都能一次吃到 但要注意一個不小心吃太多 可能讓體內重金屬超標 黑鮪魚如果我們很常吃生食的話 其實像一些免疫功能 比較不好的人 或者是懷孕的人 其實都要避免生食的一個狀況 因為它可能造成我們會 就是免疫力下降 你可能在吃的時候 就是一個手掌大的一個 黑鮪魚的量 我覺得是還OK的 一年一度黑鮪魚 記憶想趁機大包口服 也得記得千萬別過量 我們剛剛看到美食外送 看到餐廳 不過現在從事餐飲業 到底好不好賺 最近正值大學的畢業季 很多的畢業生 都在頭履一找工作 那麼有一名私大的文組生 就在網路上面發問了 他也引發了大家的熱烈討論 他說他不想要做辦公室 領了三萬多的薪水 覺得坐在教室一整天 已經覺得很痛苦了 更沒有辦法想像 未來出社會之後 在辦公室裡面 做八個小時會怎麼樣 所以他想要找找看 這個餐飲業的薪水 超過三萬元以上的工作 那麼大家就好奇了 現在的行情大概是多少呢 好 根據人力銀行的資料 如果是以這個餐廳 領班的一個工作來看的話 平均月薪好 現在可以達到三萬兩千五百元 如果工作滿一年以上的話 那麼薪資可以明顯成長 大概百分之十三 來到了三萬六千八百元 那麼如果在業界的資歷累計到五年以上的話 那麼平均的月薪也可以來到四萬元以上 好 那就是看大家有沒有符合大家的需求了 不過除了畢業生 很多大學生接下來也要在暑假的時候 也會開始進行暑期的實習 任令銀行也調查這個大學生暑期實習的夢幻企業 有哪些上榜呢 原來大學生最嚮往的企業是長榮集團 大概有百分之三十二點七的大學生 選擇想要到長榮來實習 那麼另外呢 依序包括像臺灣高鐵 臺積電 都是排行這個大學生夢幻企業的前三名 再來呢是華航 還有鴻海集團 那麼人令銀行也統計了 有百分之四十六點六的大學生 有意願在暑假的時候 進行暑期實習 那麼除了可以這個累積 業界的經驗拓展人脈之外 也可以提早感受 出社會的生活環境 和社會來接軌了 不過現在就學的負擔其實很大 為了減輕家長和學生的負擔 行政院拍板 私立大學的學雜費的補助 最高私立學校可以減免五點五萬 那麼高中值的部分 則是全面的免學費 私立高中最高學費 可以省下兩萬多元 學生們熬過了國中會考 就等著迎接高中新生活 而家長們也有好消息 高中原來在整個學費的減免的部分 還有部分尚未完成 所以在這次的配套措施裡面 能夠一併的來考量 全面推動學費補助政策 明年二月上路 過去高中值只有家庭年所得 148萬元以下的學生才有免學費補助 29號行政院拍板通過高中值學費 確定全免而且取消排付條款 連私立學校也免學費 大學補助也提高 不應該是考量到家庭等的因素 而有差別的待遇 這才是一個比較落實教育平權的思考 家庭所得90萬元以上就讀公立大學不補助 就讀私立大學每年補助3.5萬 家庭年所得70萬元以下 私立大學再加碼補助2萬 等於可以領到5.5萬 公立大學則補助2萬元 家庭所得70萬到90萬元 私立大學補助總共可以領到5萬元 公立大學補助1.5萬 有補助當然好 不過要注意的是公私立高中免學費的部分 所謂的學費指的是教育部統一規定的金額 公立高中學費6240元 雜費1740元 私立高中學費最高24423元 雜費4510元 而如果子女念的是貴族私校 以康橋高中為例 每學期學雜費加起來25萬 免學費政策上路後 減去的學費部分 只有教育部規定的24423元 對高中私校家長來說 補助只能說是不無小補 但對私立大學學生的補助 則渴望有效拉近公私立大學差距 預計59.1萬名私立大專學士 頒學生以及十八點五萬名弱勢學生受惠 以上是今天的進來看新聞 立刻下載進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有請封印軍 иц根 聖達 tug 感谢观看